好 接下来看到就是iPhone 6s呢 在美国正式开卖了 我们的美国特派员的王一炉呢 就特别访问到了纽约第五大道的 苹果旗舰店 发现好多男生居然都买了 玫瑰金的颜色 请看我们来自纽约的最新报道 iPhone 6s终于在美国开卖 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 苹果旗舰店前虽然还是有排队的人潮 但和以往差了很多 由于iPhone 6呢和iPhone 6s呢 并没有差很多 再加上呢 中国也在今天开卖的首播名单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纽约这里呢 排队的人潮比以往冷清了很多 也显示呢 今年的iPhone 6s不如以往打买 而令人意外的是 不止女生喜爱玫瑰金 连男生都喜欢 主要是因为它是iPhone最新款的颜色 买了一部粉色的64G手机 我用过来它是所有颜色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新的颜色 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玫瑰的 玫瑰金 对 哦 为什么选玫瑰金告诉我们 没悍 Mỹ瑰金 应该挺新的颜色嘛 另外3D按压触控荧幕 也是iPhone 6s的一大亮点 可能是规模 iPhone 6s到底好不好用 销售会不会超过iPhone 6 现在开卖后 相信答案很快就会知道 以上是东森新闻 唐伟杰 王一如 来自纽约的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